第五卷剧情 分离尔也想不到其他的理由 就在此时 有人向分离尔搭了话 极度紧张的分离尔立刻拔出剑 向声音的方向刺了过去 在那儿的是一位祭司 他防住了分离尔饱含杀意的一剑 此时分离尔也看清楚了来者的面庞 正是同位圆桌的佩特斯 也就是杀害泽塔一族的祭司 佩特斯来此是想给分离尔出分力 由于迪亚波罗斯的左臂被解放 奥罗拉的意识逐渐苏醒 这就导致了迪亚波罗斯之类的数量再次减少 这是交团高层所不想看到的 虽然由于暗影庭院的活动导致圆桌数量减少 但如若迪亚波罗斯之类的产出 再受到限制 又或是有新的圆桌被任命 那么圆桌将会取消分配给分离尔的迪亚波罗斯之类 因为最近分离尔派的持续失态 加上敌对分离尔的洛基的煽动 导致交团对分离尔派的信任出现了裂痕 但在分离尔看来 导致他失态的最根本原因 还是交团对庭院的轻视 如若交团在最初被袭击的时候就采取了行动 或许就不会出现现在这样的局面 有了永恒的生命便满足于现状 交团成员的品质也在下滑 就连站在分离尔面前的佩特斯 也只不过是代替了两年前被暗影杀死的第十席 交团也并不打算一直被动挨打 他们已经开始了一项名为受影令的计划 通过这一计划 交团或许就能看清 那位暗影的实力到底是不是货真价实 确保幽臂的解放 为了帮助芬里尔更好地收集魔力 佩特斯交予了他一个类四项圈的古遗物 芬里尔没想到 佩特斯居然会为了这么一件小事 专门跑这一趟 事实上 佩特斯来此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帮助芬里尔 他听闻这个遗迹 似乎有着金色的兽人到访 芬里尔当然知道 在七影之中有一位就是金色的兽人 但他并没有告诉佩特斯 他知道佩特斯能够当上圆桌 就是因为他曾经全灭了金暴族 自己或许也能从那位七影身上 获取到什么利益 此时 被七黑之兽破坏了的奥利亚纳王国 在暗影庭院的帮助下 正在逐步复兴 阿尔法正站在王城中 眺望住这座城市 他询问罗斯 是否做好了成为国王的准备 罗斯并不想成为国王 他认为这样只会给这个国家招来混乱 他想要像过去那样逃避 但是现实似乎并不想放过他 不久前 米德加尔王国就废弃了与奥利亚纳王国的盟约 圣交也将这个国家视作异端 站在圣交背后的就是迪亚波罗斯交团 由于奥利亚纳王国和交团的敌对 让他们的存在渐渐浮上了水面 所以他们总有一天 会通过圣教所使周遭国家前来讨伐 与之相对 暗影庭院会尽量保全这个国家 所以阿尔法才会站在罗斯的面前 虽然庭院如今的力量 已经足够打倒现存的交团 但是仅仅这样是不够的 宗教不会因为失去了一批人就毁灭 只要还有人信仰那魔他便会永存 不论庭院如何强大 都做不到杀死世界上所有的圣交信徒 所以他们才需要奥利亚纳 需要他将交团这一层再拖出水面 让圣交将交团舍弃 这样才能真正地打倒迪亚波罗斯交团 罗斯就是这个计划中关键的一环 庭院需要一个能够代替他们站出来的国家 所以就需要罗斯站出来 成为一位强大的王 虽然罗斯还很弱小 但是能够变强的 只有那些知晓自己弱小的人 听完了阿尔法的话 罗斯下定了决心 他想要保护他父亲留下来的这个奥利亚纳王国与王国内的人民 他不想因为自己的软弱 导致这个国家迎来终结 他会成为一位强大的王 既然罗斯有了觉悟 那么阿尔法和庭院就不会背叛他 阿尔法叫来了664号和665号 将罗斯熟悉的二人安排在了罗斯身边 座位和庭院通讯的窗口 这时房门被打开 来者是加玛 不知为何他拖住一塔一起进来了 加玛来到这个国家 是为了关闭设立在此的三院商会 毕竟这样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再去做生意了 这次来见阿尔法 是有两件事要向他汇报 第一件是关于贝塔从另一边的世界带回来的东西 机械之类的物件 似乎都在穿越世界门飞的时候损坏了 现阶段还无法进行修复 为此贝塔十分失落 为了让贝塔心情变好 一塔尝试给他下药 但那要似乎起了反作用 让贝塔变得更加奇怪了 除了机械 贝塔还从另一边的世界烧回来了一个人类 因为语言不通 所以现在是贝塔在负责照顾 第二件是米德加尔王国的情况 由于泽塔一直没有进行报告 所以状况不是很明亮 根据加玛在来之前探查到的情报 芬里尔派似乎已经有了动作 他们绑架了学院的学生想要解除封印 但是由于恶魔平一都已经被庭院回收 所以他们现如今苦恼于魔力不足 但芬里尔不愧是最初的圆桌之一 之前引起的信用崩坏 应该已经给芬里尔派带来了足够的损失 但他却依旧牢牢地掌控住米德加王国 则塔一人可能会比较吃力 虽然米德加王国还有德尔塔在 但是二人大概率不会好好合作 其他的妻影也都抽不开身 能够前去援助的或许就剩下伊普西龙了 但阿尔法认为没有这个必要 他相信则塔 虽然在和则塔第一次见面时 他那仿佛憎恨住世界上的一切的眼神 让阿尔法感到吃惊 为了治愈则塔的创伤 阿尔法将他作为家人迎接了回来 他认为则塔已经改变了 他们是家人 阿尔法要做的就是相信自己的家人 说吧 阿尔法露出了微笑 那是一种仿佛能包容一切的笑容 视角再次回到米德加尔王国 阿雷克西亚站在黄昏的笑射前 回想住自己和姐姐的对话 他的姐姐已经变了 过去那魔温柔的姐姐 现在却完全听不进去阿雷克西亚说的话 既然没有人能够相信 那么他就只能靠自己了 只要能够阻止迪亚波罗斯的 右臂的复活并抓住证据 就一定能取得大家的信任 就在此时 克莱雅从背后喊住了阿雷克西亚 他向阿雷克西亚坦白 自己是被选中的存在 所以他想和阿雷克西亚合作 一同揭开被埋藏的真相 随即便拉住阿雷克西亚 冲进了笑射 二人就这样 在笑射捏狂奔 克莱雅手上魔法阵的光芒 也越来越强烈 下一瞬间 世界如同玻璃一般破碎开来 阿雷克西亚清楚地 记得这幅光景 与被丝书肠抓住时 看到的一模一样 接着 学院就被白色的雾气笼罩 时间稍稍回退 我们的爱影大人 正独自一人 站在天台上 念住一些帅气的台词 一边说住 还不忘摆几个帅气的姿势 任凭自己的制服 在风中飘扬 但就在此时 世界破碎开来 白色的雾气弥漫 就像是想要将学院 和外界分离开一样 习得环顾四周 白色的雾气 被隔绝的学院 以及在天台上的他 这毫无疑问 是什么事件要开始的标志 走下楼梯来到校舍 校舍内已经被迷雾笼罩 显得十分昏暗 习得决定 先和其他的学生会合 于是他朝着 有声音传来的方向跑去 最终来到了单间自习室 其中的一个上走的房间内 传来了学生的悲鸣 习得扯门把手 冲入了室内 在里面的是习得的 同班同学林木 他是一位存在感 稀薄的学生 习得也常常拿他作为参考 林木的脖子上 似乎带出什么东西 那是一个项圈 林木无法自立取下来 并且从刚才开始 就一直在发出声音 项圈上似乎还有一个计时器 在习得发现那个计时器时 他的技术恰好归零 在一声爆鸣声后 林木同学的脑袋 就这样飞了出去 这个项圈似乎是一种 技术器归零后 就会爆炸的炸弹 但他的技术 并不是通过时间减少 而是会逐渐吸收佩戴着的魔力 在魔力清空后 就会自动爆炸 习得的脖子上 也被安装了这个项圈 只是魔力的技术太大 技术器的显示 并没有发生改变 虽然习得要去掉 这个很容易 但是难得遇见这样的事件 不参与一下 他都敢绝对不起自己 于是习得切断了 体内的魔力回路 调整了自己的魔力剩余量 按照刚刚投被炸飞的 林木君的标准 设定为了600 为了让事件更有趣 习得决定伪装成林木君 上演一起 平时没有存在感的学生 在追寻事件凶手的过程中 露出真正姿态的戏码 另一边 阿雷克西亚和克莱雅 聚集在礼堂中交谈 此处是被白雾卷进来的 学生们聚集的地方 他们也发现了 这个项圈会持续吸收魔力 如果魔力不足便会爆炸 克莱雅也尝试过拆除项圈 但每次都会感受到 一股不妙的抵抗 或许这个项圈 被强行拆除后 也会自动爆炸 所以他们能够做的 就只有尽量减少魔力的消耗 这一步安定的情况 引起了学生们的恐慌 不久前 学院才遭遇过袭击 现在又被套上了 这样危险的项圈 周围弥漫的雾气 似乎也不是普通的雾气 不论怎么走 都无法走到学校的周边 就好像是被什么东西挡住了一样 渐渐的 就有学生失去了理智 他们被恐惧击溃 发了风势地往外跑 但就在他们将要离开 礼堂的一瞬间 半透明的剑刺穿了他们 鲜血从伤口喷涌而出 手持剑刃的 是如同亡灵一般的战士 为了阻止亡灵入侵礼堂 克莱雅和阿雷克西亚 拔剑向亡灵冲去 在他们的剑光下 数个亡灵消散 但是礼堂之外 还有住大量的亡灵在蠢蠢欲动 为了保全自己的魔力 他们只能选择先行后退 关上礼堂的大门 在场的其他人的魔力 也没有很充分 最少的学生 甚至已经跌到了300 虽然大门能够占十足党亡灵们 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 就在学生们都陷入迷茫时 有一道声音传入了他们的耳中 这样下去 就只是在等死而已 说出这话的是灵默 另一组则是前去讨伐这起事件的源头 这个项圈是用于收集魔力的 所以只要追寻住这股魔力 就能够找到这次事件的源头 但这样细微的魔力流动 很容易被打乱 光凭在场的学生们的实力 想要准确的追踪 想必是十分困难的 而且学生们都十分清楚灵木的实力 他在平时就不是很优秀 所以他们觉得灵木的方案并不可靠 在这时 克莱雅的发言打破了僵局 他赞成灵木的方案 并且他的右手会 指引他们追寻魔力的流动 看住一脸坚毅的克莱雅 阿雷克西亚也决定相信灵木 按照他提供的方案进行 最后决定了特工队的成员 是克莱雅加上阿雷克西亚 妮娜 灵木 以及灵木的远方表亲克里斯蒂娜 最后是灵木的同班同学艾萨克 随后 六人从礼堂的后门冲出 清理住亡灵 向魔力流动的源头走去 在这途中 克里斯蒂娜感到了一些违和感 他是灵木的远方亲期间同班同学 虽然并没有过深的往来 灵木的未人 他还是清楚的 平常的他不是能够在一国的公主面前 做出那样举动的人 现在在他眼前的灵木 仿佛是变成了另外的人 虽然不知道原因 但在灵木身上发生了一些变化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激人继续在校舍内前进 突然 在众人的眼前 出现了树头的亡灵 他们包围了一间教室 在他们四周 散落住无数惨遭斩裂的尸体 虽然会耗费魔力 但众人还是决定 出击救助被包围的学生 解决完亡灵后 众人看向被包围的那位学生 他明明只要待在教室内 就能暂时躲开亡灵 但不知为何他极力抗拒 回到他身后的教室里 就在此时 教室的门被打开了 在那门内的是 学生会的副会长伊莱莎 他身边还有八位姓存的学生 但不知为何 除了伊莱莎和他的亲信 其他的学生剩余的魔力量 都在三百以下 阿雷克西亚 决定带着这个教室里的人 离开校舍 由魔力较多的三人打头阵 众人就这样 在布满亡灵的雾气中 缓缓前进 随着魔力量的减少 他们对于死亡 正在一点点接近一世 也更加有实感了 其中最为严重的就是 刚才救下的女学生 她所剩下的时间 只有十分钟左右了 白色的雾气越来越浓厚 袭来的亡灵也越来越多 后方的学生们 也被迫加入了战斗 那位女学生的魔力 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 但在树植即将归零时 林木来到了那位女学生的身边 在教室的时候 林木就调查过这个项圈 如果向项圈注入魔力 那么这些魔力 便会在项圈内积攒 也就是说 只要向剩余量较少的学生 那边转移魔力 就能推迟爆炸的到来 项圈上的数字越变越大 女学生成功脱离了危险 她坦率地向林木表达了感谢 在注入完魔力后 林木转身看向了伊莱莎 她在教室的时候就注意到了 这或许就意味着 在那个教室中 有人对那些活着的学生 做了和林木一样的调查 并且那位女学生 在看到林木给自己注入魔力后 并不感到惊讶 而是表达了感谢 也就是说 伊莱莎和那个教室里的学生 都是知道这件事的 但伊莱莎等人 却隐瞒了这件事 在那间教室中 到底发生了什么 伊莱莎又为何会持有这魔多的魔力 众人接下来将何去何从 往后的故事 我们就留到下气 这次就暂时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内容 就请点个赞 订个月 随时关注我们 大幕会为你带来 更多精彩动漫内容 我们下期再会